大便长期不成形 是健康发出的警告 多是 这三个地方出现了问题 大便长期不成形又或者是经常先干后转 这其实就是身体给我们发出的警告 因为他可能反映出我们身体这三个地方出现问题了 脾胃 脾胃负责消化加上皮主运化水湿 当脾胃出问题比如说脾胃虚损的情况下 体内产生水湿聚集在大肠里 我们的大便就会变得吸软不成形 如果还存在便秘 经常两三天拉一次大便的时候 可能还会出现先干后细的情况 而这种往往还伴随着脾胃食欲不振 或者是吃的少吃一点旧饱 或者胀肚子 爱气打嗝等等情况 舌相以胎滑腻两边有齿痕为主 调理需要健脾胃可以参考森林白猪伞 第二肾 脾肾出现亏损的情况下 对食物的消化和吸收也会出现问题 因为肾就像火脾胃像锅 只有脾肾都强健 火充足的情况下 才能充分的把食物消化吸收透 加上肾也主管着水液代谢 所以肾阳虚的情况下 我们也容易出现大便吸糖 甚至是大便中夹杂着胃消化的食物等等情况 不过这种会伴随着怕冷 膝盖下肢发凉 腰酸腰痛和一些脾胃方面的问题 舌相以舌淡胖舌根 耗陷拍白腻为主 调理就需要补肾羊 可以参考贵福地皇丸 第三肝 肝出现问题时会影响到脾胃 因为肝负责调节脾胃的消化吸收 加上肝克脾胃 所以肝瘀的情况下脾胃虚损 也会容易出现大便吸糖不成型的情况 不过这种会伴随着一些情绪不稳定 比如说情绪焦虑易怒 或者难过不高兴 和一些喜欢叹气 容易胸闷大嗝嗓子眼里有异物感 以及脾胃消化吸收叉等等 症状 舌相以两边骨胀为主 调理需要疏肝健脾 可以参考柴壶疏肝丸 总之大便长期不成型 往往提示着身体脏腹出现问题了 建议及时调理 如果弄不清自己的情况 就线下就医不要盲目跟风用药 否则是无效的 那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